剛才我們以為是走錯路 搞了很久,司機都發脾氣 Hello, 各位好, 我是阿Lee 我和阿凡在2022年一開始就出發了 繼四2021公里之後 我們玩了泰國的中部、北部向南走 但南又未去到最盡 所以希望繼續向南走 但首先一樣就是要租車 到底現在在曼谷租車的最新體驗是怎樣呢? 我以為現在泰國的的士會有什麼膠板隔著 安全一點 Hello, 各位好 我們現在上了的士了 那就要出發了 很久沒試過一個長途的旅行 離開一下曼谷 出發的當下看到路很失車 曼谷現在差不多是一切如常 早上放完新年間 很多曼谷的市民現在就開始上班 他們一上班 我們一出門口就塞車 這就是病毒痛恨的結果 然後我們應該會八個字左右去拿車 拿完車就開始出發去外省 我們塞了十個字車 都不是的 其實壓外坐多二十分鐘 那就來到拿車 拿車的過程都很麻煩 因為現在Coverline之下 那些車行就寄居了其他大廈 那剛才我們以為是走錯路 搞了很久 司機都發脾氣 說真的找不到 因為他門口連牌都沒有 那很難之下 就讓我發現原來在大廈的裏面 有個小牌子 那就先找到 那現在就拿車 那檢查車 簽東西 然後給Deposit 你要有一張信用卡 給Deposit 跟著我們之前呢 就買了一些QBON的 因為在泰國 如果不買QBON就不划 那買了一些QBON的 那就一次過搞定了 那如果來市中心實躺 這裏呢 拿車就要來這棟大廈的 那這棟大廈門口呢 是一個牌子 都沒有show到 即租車有間公司 跟著我們就進去 那一來之後呢 就見到這個牌子了 但都不是那麼容易發現 因為他整個大廈都是無牌子 一附姿下都要去買的 那一來之後呢 這次呢 這個行程呢 就是這根椅子了 那這根椅子呢 就會和我們十幾日行程 希望它生生生生 因為這次我們只買了一個部份的保險 就不是全保的 我的車有些位置都很凹凹 拿車就記住去檢查 然後就像我一樣 跌倒有問題的地方 通常會拍照的 我們上了車了 開車了 應該是一個半小時後 就會去到一間餐廳 在濾近七岩附近 希望待會吃個美食 那間餐廳我們也是第一次去的 但本地都挺有名的 在本地的食材和地道 好像說外形都不錯 去到看看是怎樣 好了 現在休息一個半小時 我說是划算是否真的划算 對呀 吃過才知道 我說是划算 它的划算是划算太高 我說是划算低 可能現在他們很奇怪 為何我們在車上還不戴口罩 因為這輛車 我還未到處噴消毒藥水 我們就開車了 而且那間汽車公司 就說他們已經消毒了 車內已經抹光了 不過我們in case 加上泰國政府說 你知道 說 但我見很多人其實沒有這樣做 說兩個人在車上 都希望戴口罩 那我們帶到外省才算 好吧 先休息一下 哇 集中開車好啊 OK 這一包新買的 特意買來上車試一下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不夠鹹 竟然 卡拉B 好吃點 睡了一覺 起了一身都還未到 其實現在我們還在曼谷裏面 向著七岩窩幫人出發 目標今晚是去華欣 就作為我們第一天的旅程 今次的旅程 沒有什麼計劃 而且現在一直下來 因為在曼谷的邊 所以很沉悶 很激 看到的東西好像沒什麼特別 咦 但是那裡 那裡也沒什麼特別 不要緊 好吧 再說吧 泰國的飲用水是要買的 所以去到有站 當然是先進貨 我們先看看 怎麼開啊 我們現在還有兩分鐘就到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走錯路 走這些路經常都會預計 那現在中午環好了 晚上就應該更加覺得不對勁 旁邊有些小屋 司機位那邊就有個湖了 哦 前面就是了 我們拍好車了 我們現在這裡拍完車 就走過去餐廳 哇 今天也很曬 好 我們進餐廳了 搞了整天早上 我和阿凡卓知道第一個景點了 第一個景點當然是醫肚線 時直中午 這間餐廳除了外觀特別 我都很喜歡它裡面的 究竟裡面是怎樣的呢 大家有沒有興趣 想知道它的食物質素 環境是如何的呢 除了曼谷之外 距離曼谷一個多小時 那些地方其實都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2022年我們第一個長途旅程 終於展開了 這個新的旅程 希望更加貼地地探索 泰國的旅遊和另一面 想知道這個旅程 我們又有什麼體驗 要看旅遊節目 當然是看阿凡和阿Li 好了 記住訂閱分享和留言 最近變迷卡 下集見 下集見